人心发一念 天地尽皆知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思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 善恶一面间节目 有一位老人家家住辽宁 今年都81岁了 他是在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的 并亲身体验到了 法轮大法驱病健身的神奇效果 修炼前所患的所有疾病 如家族遗传的眩晕症 胃肠不好 肾病 心动过速 每年必犯的手背上的洞窗等等 在修炼法轮功后 全都不要而喻 再也没有犯过 多年来 他无病一身轻 连头发全都变黑了 用亲戚们的话讲 这位老太太真是走路生风 身轻如燕 简直返老还童了 几年来 老人走出家门 向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讲述真相 他们中很多人明白了 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很多人退出了 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在他身边 就有很多很多 明真相 得福报的例子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他讲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 九十多岁的叔叔 受益的故事 我经常去叔叔家 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修炼以后身体健康的神奇变化 他很认真的都听明白了 很认同 我送给叔叔的真相护身符 他很小心地放在了上衣贴身的口袋里 过了一段时间 我再去叔叔家 他说 二侄女 你可来了 你差点见不着我了 我问 叔叔 发生什么事了 叔叔说 他有一天 在马路旁边走着 突然身后开来一辆超速的汽车 把叔叔撞出去好几米远 头着地 免帽子被马路磨掉了一大片毛 可想被撞得有多严重 叔叔当时就休克了 司机跳下车来大声喊 大爷 大爷 吓得声音都颤了 喊了好一阵子才叫醒叔叔 问叔叔的家在哪儿 家人的电话等等 这时叔叔有点处于朦胧状态 啥也想不起来 正好邻居看见了 就找来叔叔的孩子 孩子问爹怎么样了 叔叔说 没有事 我再歇一会儿就好了 司机非要去医院看看 叔叔拗不过他们 只好去了 到了医院 叔叔告诉医生说 没有事 医生说 得检查检查 检查结果说 没有什么问题 医生说 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真结实啊 叔叔从怀里拿出护身符对我说 你送给我的护身符真灵验啊 不然我这九十多岁的人 壮得这么严重 咋就没事呢 太谢谢二侄女了 我说别谢我 应该谢谢的是师父 是师父保护的你 救了你的命呀 叔叔说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第二个故事 老同事说 怎么三四十分钟就好了 冬天 我去老同事家串门 看到他正坐在沙发上泡脚 他说他的腿脚都肿了 难受得吃不好睡不好 天天打针吃药 还买了五百多元的中草药泡脚 也不好使 我说我有一个好办法 不用打针 也不用吃药 他说 还有这好事 赶快告诉我 我就告诉他 我修炼前后的身体变化 法轮大法 趋病健身的奇效 很多人承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极言 遇难成详的势力 还有三退的重要意义 他听了很幸福 也很认同 他说 我现在就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赶快把我入过的党团队都退掉 我说太好了 我大约讲了半个多小时 水盆里的水都凉了 他老伴给他换了一盆热水 他自己把脚放进热水盆里了 他老伴说 你能自己放进去 不用我搬了 老伴就把他的裤腿往上一挽 一看 腿脚都出褶子了 消肿了 而且按哪儿也不出坑 也不疼了 老两口感到很惊讶 这可高兴坏了 怎么三四十分钟就好了 这法轮功真神了 两口子都说 太谢谢你了 我说 你们就谢谢李老师吧 是我们师父给你治好的 他们说 谢谢李老师 他说 这么好的功法 我也要练 不久 我就给他请了一本 转法轮宝书 从此 他也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还来教他练功动作 过了不长时间 他就能下楼遛弯了 还能到公园了 他们老两口都非常高兴 通过我持续不断地讲真相 很多亲朋好友都受益了 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因为篇幅有限 我不能以会广播电台的 《善恶一念兼》节目 这期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